好 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连线前方报导点 燕科 好的 刚才我们说到 其实我们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对接所锁紧 这也标志着我们转位完成 这个时间点大概会是在什么位置 目前为止我们的对接所已经开始锁紧 已经开始锁紧 已经开始锁紧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转位过程非常顺利的基本上完成了 那下一步我们要期待包括我们航天员 包括我们的蒙天舱和我们核心舱的这样一个结合方面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动作 下一步呢 主要是就是对接所锁紧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要对对接通道进行一个简陆的一个工夫 对 确实 因为这其实相当于重新来了一次交互对接 那么蒙天舱的外侧 包括核心舱永久停泊口的外侧 其实之前是宇宙空间 所以现在两个舱对接在一起之后 那中间是属于没有压力的状态 对 有密封状态 那个压力 之后呢 我们是进行负压 负压的一个动作 就是使得这个对接通道和我们核心舱的压力保持一致 主合体起控 孟天实验舱正常完成准备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们的话筒听到我们现场的口令 孟天实验舱正常完成了转备 而且组合体已经起控 组合体起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恢复到三轴稳定对地定向的姿态 从重力梯度稳定姿态 恢复到三轴稳定对地定向的姿态 在刚才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整个组合体已经又恢复到了 我们俗话说就是和地球表面平行飞行的这样一个姿态 对 收到对接锁锁紧信号之后 组合体就会起控 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初始的三轴稳定对地定向的姿态 另外组合体起控 我能不能理解 现在孟天舱所有的控制是由核心舱来完成 是的 现在核心舱是主控的一个舱段 变成T字形之后 核心舱也是作为三舱的一个主控 作为整个三舱的大脑来控制我们组合体的飞行 不仅是现在 而且未来很长很长的时间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基本上孟天舱的控制全部是由核心舱来完成了 是的 包括现在你看我们有几扇大的太阳翼 那孟天舱上有 问天舱上有 核心舱本身也有太阳翼 这些太阳翼其实是要随时随着我们姿态的变化 太阳位置的不同而进行调整的 这些调整也不是各个舱来自己负责了 对 这个太阳翼的控制也是由核心舱来控制 包括问天舱 孟天舱还有核心舱的太阳翼 都是由核心舱补移进行控制 这个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掌声 刚才的那个口令意味着这一次的转位工作 任务完成 接下来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进行后续的一些进展 后续进展其实刚才你也说的 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一些任务的 包括像减漏 像重新负压 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航天员进入孟天舱 再做最后的准备 对 孟天舱现在舱内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舱内的环境现在压力在101千帕左右 温度在23度 正常的一个 压力来还是很正常 对 正常的压力范围 那么后面我们可能要三层保持压力平衡 然后具备开舱门的一个条件 那接下来航天员会先把核心舱的舱门打开 会把节点舱的核心舱节点舱的舱门打开 舱门打开之后呢 会调整我们孟天舱 就是舱门上的一个压力平衡法 保证我们的核心舱和我的孟天舱的压力平衡 所以当孟天舱的压力和我们核心舱的压力平衡之后 才达到了一个开舱门的基础条件 这样一个开舱门的节点会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预计下午 下午两点半左右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对 好 那现在孟天舱还在做最后的调整 包括和核心舱在完成对接之后 要重新进行压力的平衡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之后就为航天员穿舱来做好准备 好 春燕 时间交还给你 好 谢谢我们前方报道点的报道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嘉宾 着急尽 应该是部队创覆级